其实咖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他们有做过研究 印度人他虽然不是很讲卫生 吃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他们那边的人 听说我们这边的病最多的大肠癌 在印度少之又少 就是咖喱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肠胃不太好 吃一点咖喱是不错的 它会暖胃 我们一般肠胃会坏 就是寒 寒气湿气重 久而久之就长肿瘤 那你如果吃这些比较温性的 比较有能量的下去 其实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些毛病 我们大部分身体虚弱 大概都是寒跟冷 就寒跟湿 大部分都这个样子 这两个再加上酸性的体质 那绝对百病重生 要健康很难 那事实上修行呢 多晒太阳 多走路 没有什么好决刀 你看佛的地址 几乎整天都在走路 包括佛本身也是一样 他就带着地址 然后到处红法 到处修行 因为以前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因为开发没有那么大 所以到处都是森林 他们就到一片森林里面去 然后各自散开 跟打野战一样 各自散开 每一个人找一棵树 你就在那边坐 在那边坐内观 这是最实际的 多走路 多晒太阳 因为走路 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 晒太阳 可以把你这个 私性 寒性的体质 做一些改变 尤其太阳那个大能量 那比你找哪一个上师 比你拜哪一尊佛菩萨 的能量都大 他都不讲话 但他真的是大日 真的是大能量 你只要在太阳下 晒一晒 当然不能把它晒到受伤 但每一天一定要亲日 不是亲近日本 亲近太阳 一定要跟 他们现在很喜欢讲哈佛 我是哈佛系的 哈佛大学的 事实上讲的就是说 我是亲佛的 亲日也是一样 好 好